LAYO 了世紀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孟加拉人 非常不太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Viper選擇了蒙古人 蒙古人的特色是吃野生動物 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他的肉馬跟草原騎兵 城堡時代開始就有血量加成 馬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文明 整體來說他是一個偏軍式的文明 前期的經濟加成非常強大 本事的出棒棒或是弱馬開局 那到了城堡時代或是封建時代 也可以考慮轉工兵接騎士 或是轉草原騎兵 然後再接馬攻的打法 整體來說蒙古的選項是非常多的 而且打法也不是那麼的固定 最主要還是要透過大量的騷擾跟禁服 才可以獲得優勢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ART 這邊選擇的文明是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特色是升級時代時候 每個城鎮中心都會多給兩個額外的村民 如果你城堡時代蓋了5TC 那就是直接地龍時代給你10隻村民的概念 非常可怕 孟加拉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工兵路線 強奴或是相公是他的主力 他沒有拇指環所以會稍微弱一點 他的打法有三項之力的關係 他的大項有抗招翔抗耳外增傷 而且還有派科技的攻速加成 所以不是相公大項的話也就是戰車 這三種單位會成為孟加拉人的主力 至於他的升旅科技只有少了一個一端學術 基本上是能用的 而且他的升旅還自帶雙三房的關係 所以坦度來說升旅也是滿坦的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吧 那哈特這邊的孟加拉人打蒙古 我覺得重點可能會是圍繞在相公這個單位身上 那如果是打大象的話 可能是有點會招架不住 除非是到了非常地厚的情況 那打一半強奴其實也可以克制住蒙古人 所以這邊就來看一下哈特會選擇大象公兵 還是選擇強奴或者是戰車 基本上只有這三個東西能打蒙古人 好我們這邊看到哈特的地圖是下方這裡黃金兩塊 兩個位置都比較偏向Viper 但土金在上面位置還行 但左邊這個開放區域真的很難防守 太開闊了 那Viper這邊的地圖看起來是右邊這裡能威 但是附金也是偏向對手的位置 但好消息是後面有塊黃金是偏後方的 那只有一塊前面黃金副是偏對手就還行 那我覺得這把來說會對哈特會比較難打一點 好那蒙古人Viper打了16匹 升封劍時代還偷了一個織布 這就是蒙古人的前期經濟很可怕的地方 這個真的是太扯了太扯了 直接16匹不點織布 7分50幾秒就升好時代了 好Viper這邊是決定要打肉馬開局 點了一個一級農田 好準備打一個偏農的 先開農 點一農一幕 然後按肉馬去前壓的正常壓力打法 好孟加拉人這邊選擇肉馬開局 那孟加拉人的肉馬呢 對毛兵還有加2點的傷害 所以Viper這邊如果出戰毛兵 反擊孟加拉人的戰車啊 或者是大象公兵或是強弩 都會被這個肉馬給爆打 所以兩邊都有反制對手的方法 只是孟加拉人可能會比較偏後期 但蒙古人這個文明其實也是後期文明 越後期他越強 所以Viper來說也是 可能還是去希望喔 可以在前期打出一些東西來 延續自己的雪球優勢喔 那這邊可以看到 現在哈特已經領先了兩隻村民 23對25村 但是蒙古人在前期的經濟喔 還是很可怕喔 這個蒙古的彩肉支援的速度喔 好前面兩邊稍微繞一下 好這邊看到繞到我們家去 Viper可能要追過去嗎 好哈特把家裡給圍死 圍了一個小的 那Mipe在這邊按了非常非常多肉馬 來到了五隻 這我也是要驅趕哈特這邊的肉馬數量 那前期的部分兩邊應該不會想要大打出手 槍邊的部分按個兩三隻就差不多 再按下去可能會拖到肉馬或是轉型的問題 這個時間點通常可以決定要轉工兵阿 或是轉毛兵反制喔 那通常遇到對方肉馬多的情況下 那工兵是比較首選的 不會去轉毛兵這個東西喔 那就來看一下兩邊有沒有打算要轉兵 那目前看起來哈特是沒有打算要去轉兵的 兩邊都是肉馬 你看我我看你 那這邊誰點品種誰就有優勢 我剛講完Viper就點下了喔 OK 那Viper這邊應該是要走奇兵路線喔 那哈特這邊也是要走肉馬了喔 開始挖金礦而且沒有補射箭長 OK Viper這邊品種點下了血量來到了520滴血 哈特只有360滴血 這就是為什麼品種這個科技在這個時間點這麼可怕喔 好那Viper如果真的要打的話 一級攻也要趕快補了喔 那如果不補的話那就是繼續拖時間 然後升城堡時代再補個一攻一防 這對於Viper現在的節奏來說會更好一些喔 好哈特這邊則是已經要來升到了城堡時代 OK沒有點品種 經濟稍微好一點點 Viper為了點品種的關係時代稍微落後了幾秒 大概15秒左右 好那現在這隻馬被戳掉 Viper家裡的部分已經圍死 哇靠怎麼圍這麼大 很少可以看到Viper在天梯的時候打出圍死這個打法喔 Viper其實很少圍死喔 常看我們頻道的觀眾應該也知道 在打天梯基本上沒有不太認真的感覺 但是這把圍死了就意味著 他覺得哈特對他的威脅很大 也說不定喔 那目前Viper跟哈特的分數呢 都來到了2800分喔 真的是要成為真正的3000加 而不是鍵盤3000加了 那現在哈特跟Viper兩邊是做一個互打 這邊槍兵緊追在後 但是目前有點難追 Viper瞬勢轉了一隻弓兵來偷射一下後面的槍兵 但是這個弓兵馬上就要被弱馬給尻死了 Viper這邊還沒有點下一攻 凡是點下了一擊射 在對打的情況下優勢並不是那麼的大 Viper這邊是想要盡可能的拖到城堡時代 因為一到城堡時代不用輕騎兵 就有血量加成 這時候再回頭打優勢會更大 可以看到這邊升級上去 肉馬變成74滴血 轉出了輕騎兵 哈特這邊很想要趕快跟對方開戰 Viper但是不想理 我就等我的優勢更大 轉出輕騎兵 但是Viper直接按了馬攻肉馬 馬攻輕騎兵的一個流程 而且還補了3TC 好這邊 輕騎兵要小心升級好了 好兩邊都升級好 互撞一下 但是哈特這邊有異防的優勢 Viper則是沒有異防 有點難打的穿 凡是自己肉馬送光 點下了跟蹤技術 馬攻數量一直被貼著打 有點難受 好結果自己的馬攻被收掉了 一直結果這裡無三桂開門 他在引誘著哈特進來嗎 但是哈特沒有打算要進去 OK這邊趁機 趕快補下額外的城鎮中心 準備要來開農了 好前期的第一波交戰 最後是有Viper陷入了烈士狀態 那馬攻的部分已經到了哈特家裡 準備要來一波騷擾 好 哈特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來防止一下馬攻的壓制 那這個時間點來說 Viper這邊3TC已經成型了 而且馬攻也在穩定的暗 經濟狀況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情況 那哈特這邊如果要打贏這個馬攻的話 除了打戰車之外 也可以選擇戰毛兵奴炮頭車 或者是走強奴的路線 甚至大象攻擊也可以考慮 但是在3TC的初期運轉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有這麼多肉 可以支撐大象攻兵的 所以大象攻兵至少 到30分鐘之後 或是28分鐘之後 才有可能會出場 哈特這邊點下輪軸 還有一擊的瞭望技術 那現在Viper繼續按馬攻 現在Viper在這個時間點 擁有的主動血是更多的 好看到這邊肉馬 完全沒有機會可以往前走 那孟達拉人也是沒有辦法出騎兵的關係 他真的連一半的騎士都沒有 所以這邊也不能考慮使用大量的騎兵去追這個馬攻 所以這個選項是不在他的進攻選項裡面的 那哈特這邊除了這些東西以外 就只能靠戰車了 反正戰車又需要挖城堡出來 你可能挖出一棟城堡 開始按戰車的時候 Viper早就已經有個三四十隻的馬攻 你的低塔戰車才剛剛出來 這個節奏就是差很多 所以這邊哈特要怎麼反擊回去 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Viper這波好像有點腦衝耶 怎麼感覺送的有點多啊 結果Viper也只抓到了一隻村民 並沒有抓到太多 哈特這波有點賺喔 二十幾隻的馬攻直接釣到了只剩下十四隻 好哈特現在有點賺 好此戰過後Viper補下了第四個城鎮中心 好想要繼續農 馬攻的部分回到了十七隻的數量 點下了彈道學 哈特這邊轉出了大象弓兵 OK來到時間二十九分鐘 開始補大象弓兵了 那大象弓兵補下這裡 所以Viper在正面的壓力就會比較大了 那大象弓兵這邊大為成型大概十幾隻左右時候 再往前走 那就很麻煩了 因為你很難抵抗大象弓兵的推進喔 如果後面再補一些工程戰項幫忙工程 孟家人的推進是非常難產的喔 好Viper這邊點下了拇指環 好這裡稍微反擊回去一下 現在Viper模組還有點下 攻擊速度就來到了最高點了喔 而且現在還有彈道學 好兩邊遊戲時間來到了三十一分鐘 準備成型了 看一下這一波生旅被點掉 好Viper在右邊 點掉了哈特的剩下的肉馬 肉馬的話全部倒地了 但是大象弓兵Viper暫時沒皮條 只能用肉馬 只能用生旅跟戰毛兵去反擊喔 肉馬是沒有辦法的 那有人說用駱駝呢 駱駝的話基本上是有點互相傷害的一個兵種 但是大象弓兵的血量這麼多的情況下 沒有重裝駱駝的話交換起來也並不是那麼的划算 要交換的話還是得靠來造毛兵去做反擊會更好一些喔 還有這個生旅 好Viper這邊馬弓繼續鐵壓力 哈特這邊準備要來蓋地跟城堡喔 好大象弓兵在這個情況下直接坦住了馬弓的傷害 反擊了回去 這就是大象弓兵正面最難產的地方 傷害極高 而且血量很多 馬弓往往射不太贏 好Viper這邊就用的是在點下轉出了蒙古突起 開始轉型了 這也是大家最喜歡的單位 蒙古突起 射得快 殺傷力強 打工程器也痛 好這裡戰毛兵稍微擋一下 Viper生旅想要著想 但是沒有著想空間可以去穩定的著想 喔PK這邊有著想機會 Viper可能會被點掉一隻生旅 第二隻有機會嗎 那沒有辦法兩隻生旅直接倒地 哈特這邊點下了帝龍時代 OK那現在戰毛兵稍微擋一下 但是二級的弓兵鎧甲依舊是點不下的動態 弓兵鎧甲這邊有點的話 戰毛兵還是要能夠輸出一點 那Viper為什麼不點呢 這邊Viper的想法應該是想要先點下三級色跟化學 還是先把傷害先拉起來 讓自己的蒙古突起在正面的壓力 可以獲得更好的效果 好這邊再需要存資源 好這裡決定去挖石頭 黃金有點缺 看一下市場的價格 Viper有補四級嗎 有 現在賣100肉可以換73塊黃金 Viper待會上電的時代還是可以 去賣肉 賣了500肉換了354塊黃金 結果不是點三級色 而是點了馬凱 那按了巨型托斯基 黃金真的是有點缺乏 好中間這邊偷蓋城堡 就被Viper發現了 但是已經蓋好了 那Viper家裡的正面就有點難打了 那Viper這邊要繼續進攻下去的話 可能還要再搭配著一些兵去防守才行 那HART這邊已經長驅直入成功的話 待會經濟會受到重創 Viper可能要被迫回家防守 進攻路線可能沒有辦法直接進去 OK果然拉回家了 這邊直接進攻 對Viper來說相當不利 這個人家已經在你臉上了 如果你拆的速度太慢的話 那就變成換加失敗 只會GG 因為你離他的重要的中心點 還離的有點遠 你這邊巨頭架起來頂多拆這個 後面的經濟完全空不到 凡是你家門口已經拆掉了 那這邊衝進去的話就尷尬了 全部的經濟會直接爆開 好HART這邊已經點下了 三級色 也點了 大象光兵 對抗Viper的蒙古突擊 加上戰毛兵 Viper的戰毛兵 已經提升到了 蒙古的最強狀態了 欸化學還沒有點 化學還沒有點 那還不是最強喔 3加3的傷害值而已 HART這邊則是點下了三級色化學 露馬的部分 可以再多按一些 好這裡點掉剩下的馬功 好點掉僧侶 村民也被拿下 那現在看起來化學補了 那一會 Viper就可以打出自己的優勢了 那現在這毛兵也能稍微擋下 數量可能還不是很夠 打起來還是有點困難的 好拆到這根城堡 好這裡就可以繼續考慮進攻了 好 HART這邊點下了三級的工兵鎧甲 這樣對射來說 孟加拉人就不太會射輸了 好 結果Viper點下了中頭 中型投石車來了 直接砸大象 效果也是很好用 而且還點了金怪 找元機 這樣子投石車的移動速度非常可怕 好這毛兵稍微擋一下 好現在沒有辦法打得贏 蒙古人遇到大象工兵 就是這麼的被動 不要懷疑 這就是蒙古遇到孟加拉人 很討厭的地方 那甚至呢 蒙古突氣跟全滿人戰車對射的話 也是孟加拉的戰車贏 所以Viper在這個對局來說 是比較有明顯的烈士狀況的情形 但是Viper這邊直接上重頭 哇靠 Viper這個重頭 直接把頭車 眾生平等之術 要用在HART的大象身上了吧 好 HART這邊點下了二級挖金 現在經濟狀況越來越好 經濟狀況目前還是Viper領先 孟加拉人這邊反而是落後的 好這邊點下了 工程工程師 孟加拉人 大象數量 來到了24隻 正面部分Viper嘗試工程 第一時間拆除的是城鎮中心 而不是工程器製造所 孟加拉人 拉了更多的大象來 大石重頭炮升級好 重頭升級 稍微拉打 這個頭石車跑的真的是有夠快啊 好 正面部分 戰毛兵繼續騷擾 這裡蓋保村民 但是城堡最終還是蓋起來了 但是HART的家裡已經正面爆開 好但是爆了第一個地點還行 只要沒有再繼續深入進去 應該是有機會擋得住了 好 VIP看到修道院 直接先拆你修道院 不知道你有幾個生物 先讓你稍微關機 這裡重頭升級好 75加1 重頭拍了一下 HART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 拿下比賽的勢力 哇 沒有想到VIPER 直接又重型投石車 讓HART勸退啊 但其實HART要打這些重頭的話 也不是沒有辦法 他也可以轉出生旅 或者是更多的肉碼 去解掉這些工程器 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大象工兵的經濟實在是太極限了 可以看到黃金用的很緊 這裡要轉出修道院科技 其實有點為11萬 你可能轉出就俗思想 印刷技術 還要再過個兩三分鐘 而且修道院還要再補這個數量 黃金的控制 已經被VIPER全部拿下了 附近的位置真的是有夠醜 這個也是 這兩塊附近 直接被VIPER給控死了 所以HART也只能打出了GG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